今天的相亲很特别 女方是貌美如花 身材气质俱佳的潘英潘大姐 而男方是越看越像火云邪神的李大爷 那这样的两个人能相亲成功吗 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结局会出乎你预料 咱先了解一下潘大姐 这个潘大姐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不爱说话 大姐我这一句话不说话呢 咋的见着我紧张了 这是红娘有史以来 遇到的第一个进门跟她打招呼 她却不知生的人 问大姐原因 竟是因为紧张 面对镜头 大姐更是紧张的直往后躲 大姐说她平时也是这样 不爱说话 见了生人更是会紧张 自从2004年和前夫离婚后 孩子留在了奶奶家 从此潘大姐就一个人生活 时间久了 她习惯并爱上了这种一个人的生活 我喜欢安静 人一多我不喜欢 平时 潘大姐就和心爱的狗狗一起生活 很少与外人打交道 也很少与人交流 假如说这一天家里不来人 你就不说话 我家基本上就我妈 有时候来基本没有 真的不说话 潘大姐每天的生活 就是围绕六狗展开 潘大姐家更是连电视都没有 平时没事就是看书和看手机 那咱们再说说潘大姐的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身材好气势家 这么好的身材是咋保持的呢 听大姐说说她的方法 平时爱运动 健身什么的 以前上健身房 瑜伽 健身操 还有那些器械 就是 还有那种拉力气 反正那些所有器械 我一般都练 而且大姐的自律性还很强 一般都去两个小时 在于六七年吧 更注重身体健康 怪不得大姐的身材保持的这么好 原来也是长期健身的结果 潘大姐表示 没事就去健身 不但能锻炼身体 而且还能保持一个好身材 这样穿起衣服来才能好看 其实潘大姐还挺爱打扮的 但大姐也不是见啥买啥 每件衣服她都注重品质 你虽然说挺爱打扮的 但是我注重品质 更注重品质 嗯 十二斤 这就造就了大姐优美冷艳的气质 那我想问问各位单身的老铁 这样的一位大姐 你喜欢吗 说到这里有的老铁就会说了 像潘大姐这样的女人 一个人过不是也挺好吗 那为啥还要找办呢 关于找办这个事 潘大姐说出了自己的原因 那时候觉得就不想找了 自己人没惹生气也多好啊 就这些年我妈非得说找找找 你老了自己一个人不行 既然要找 那她想找个啥样的呢 找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 月薪四五千块钱 人品必须得好 有责任 有担当的那种 还有就是看演员了 根据潘大姐的要求 红娘给她介绍了家住长春市的李警妇李大爷 李大爷今年六十六岁 老伴去世 月收入六千元 目前在长春经营着一家建材店 此时我佩服起红娘的眼光 竟将相差如此悬殊的两个人安排到一起 上次在我的视频里 李大爷和一个阿姨相亲成功了 没看过的老铁可以关注我去看一下 但不知为啥这么几天就又来相亲了 李大爷说起了其中的缘由 上回跟一个大姐你俩相亲 你俩不是相成了吗 对 那就成了两分钟 啥叫就成了两分钟 他当着我们的面说行 对 往后来又说不行了 对对对 那你没问他为啥吗 也是用我抽烟嘛 这李大爷也太悲催了 但李大爷也不气馁 不行就继续找呗 听说潘大姐是从娇和大捞员赶来的 所以李大爷非要安排大姐在饭店吃个饭 这个是那个李有货 李达哥 这是潘大姐 本以为这么漂亮的美女 李大爷肯定眼就会相中 结果却出人意料 咋的了 没眼眼的 不行 身材都行 长相不行 不是我理想 我没有不想 没相中 哪没相中 长相 个头我都不打挑 就是这个整体形象 就是一眼就没眼缘 那种吐气 相亲刚开始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李大爷没等潘大姐坐下 自己却先坐下了 这下可把潘大姐激怒了 最起码的礼貌 好像不懂 红娘对李大爷说起此事 李大爷却表现得心不在焉 你不应该先给大姐拽个凳呢 一打眼缘没有 两人终于不和谐地坐下了 几个 一个 男孩 一听说潘大姐家里是男孩 李大爷表示不接受 而理由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接下来二人谁也不说话 场面又一度尴尬 后来实在没招了 红娘问二人对彼此的印象 哪 没咋说呢 不太理想 就是没啥演员 对 我也是 李大爷终于憋出最后一句话 成不了父亲也是朋友 结束了这场尴尬的相亲 红娘开始批评起潘大姐 你就一直都不打说话 我真不会说 你也看到我了 而潘大姐反倒是振振有词 我就是喜怒不许行一次的那种人 那起码我是女人 那我不能主动啊 你要是喜欢的我话 他自然就主动了 我是被动型的 不是那种主动型的 我不会主动的 如果就是这个人你很喜欢 但是 其实他内心里也很喜欢你 但是你俩要数过 谁都不说话了 那不就错过了吗 错过就错过 朋友 潘大姐的说法你赞成吗 欢迎留言 请关注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